高雄人買年貨最常到訪的三峰中街 隨著農曆年將至 人潮也開始慢慢湧現 店家雖然忙得團團轉 但好不容易揮別疫情陰霾 臉上人就滿是笑意 像我昨天就四點鐘睡覺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非常忙 今年又可以開放四次一些的 所以人潮也比較回流 今年比較好 比前兩年好 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店家在門口最顯眼的位置 掛上真公讀生的看板 因為雖然人潮回來了 但農曆年提早 多數大學生都還沒放假 也讓商圈業者們 陷入找不到公讀生的窘境 這個過年時間提早 然後這個公讀生 就是我們都會請一些大學生 他們放假的這個時間 已經快過年了 這是我們非常困擾的這個事情 找不到大學公讀生的情況下 有的業者轉向找中年代業者 也有的乾脆自己留下來加班 沒有公讀生叫自己做啊 因為16號才會放寒假 所以這陣子都早三四十歲的 當然婆婆媽媽也會早啦 但是就是說在於這個效率上 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因為畢竟年輕人的活動力比較好 另外今年萬物皆漲多數年貨 雖然店家都選擇自行吸收成本 但干貝烏魚子價格還是上漲了大約一成 像那個烏魚子就是 它是大片的 因為它產量就比較少嘛 所以它會大概漲一成啊 啊干貝的話也是因為 它也是數量比較少 就是大顆的 它會漲個一成 大概如果像烏魚子 大概就從 兩千八到三千二都有 宅小的街道上 到處都是採買年貨的民眾 配上紅色的年節掛 是洋溢著新春的喜氣氛圍 只是客人回來了 卻還在缺人手 也難怪讓店家好困擾 記者黃冠維 蘇宇文 高雄報導 演藏 公? 演藏